文章来源insider网 先是信用评分的问题 我们在香港按时支付账单 是自觉的消费者 但在美国却没有信用评分 我们在美国没有信用卡 更没有车贷或房贷记录 因此无法建立信用评分 我们是第三代加州人 但除非有畅销唱片 或真人秀节目 否则不会选择在洛杉矶退休 我们考虑过其他州 这些地方税率低 房价相对实惠 这是许多退休人员 常念临的选择 另一个问题是 我们将在哪里生活 如果回到过去的好天气 和悠闲生活方式 意味着未来的开支会减少 我们是否愿意为此多花钱 我们决定买房子 因为想将房子留给孩子 但这也许并不现实 我们考虑是否租房 而不是买房 温迪和我都已经66岁了 希望在搬进辅助生活设施前 还有20年的时间 像许多退休人员一样 我们在计算需要多少现金 来支付账单和度假费用 大多数我们这个年纪的美国人 依赖社会保障作为收入来源 对我们而言 这部分收入不会太多 因为我大部分职业生涯 都在海外为香港公司工作 没有存入社会保险账户 所以领取的金额也很少 我从未享受过丰厚的外排待遇 如公寓 汽车和孩子的学费 我热爱我的工作 包括记者和非营利部门的工作 但这些工作从来不高薪 我一直都是当地雇员 我对过去的35年毫无怨言 现在充满了对回归美国的期待 离开美国这么长时间 每年只能回家探亲一次 这让我深感美国的特别 美国人的开放和乐于助人 我希望当我去新居所在州的DMV时 当他们发现 我自1988年以来没有有效驾照时 也能如此乐于助人 不过 我并不指望在申请汽车保险时 能得到优惠待遇 过去35年没有事故 你说在哪里 我已经准备好面对高额保费 我和那些留在美国的同龄人 有着同样的担忧 但还有一些问题 是我的情况所特有的 比如有间电视到底怎么了 那我把我们去洗澡 我去洗澡 然后洗澡 再洗澡